来看一下第二场老冠天 你的牛逼的P7情况 这蓝色方直接把你去EZ搬掉了 什么情况 搬蓝波搬EZ 抓着你对线是这个意思吗 对 完全是针对搬 一般说来说家里的英雄 就是轮马EZ之类的吗 对 这两个英雄相对的 还是对线比较弱势的 那就看老冠天这边是 因为他们一选的位置 如果放在墙子中外上好像 放出来英雄也有点多 那基本上就是让你选轮的吗 我再选一个线上很强的 对 逼着你用 过来他们要选一个那种 你反正瑞兹跟吸血鬼怎么说 那是两边都放 应该都放嘛 牛逼这里办一个其他英雄 把两个都放出来 你放一个 办一个就是送给对面一个 那老冠天肯定是吸血鬼 他们的吸血鬼刚才中路极顶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发给你吸血鬼 我觉得玩得非常的不错 这里如果放出来的话 我觉得老冠天可以想吸血鬼 那如果牛逼半吸血鬼的话 那那边直接想瑞兹 不然吸血鬼吧 没什么好考虑的 牛逼这里拿到瑞兹 瑞兹加轮子妈 或者瑞兹加什么 或者瑞兹加人马 上班人马的发挥 我觉得还可以 人马有几波 还是比较关键的 冲到了对方的 脆皮型的英雄 比如说腰肌 比如说镜 举模还是举模 没上班的举模 我觉得关键的时候 柱子立的也很好 其实上班两边的上单 都没怎么玩到 就重心都不在那里 基本上都是被对面 就是几个人过来抓 然后又形成了一个 3V3 3V4的团战 主要上班的焦点 是在中路 上路的话 基本上一直在找机会 瑞兹加举模 也是很强势的一个上中 老冠天这边的话 吸血鬼这个英雄打瑞兹 还是说实话不太好吧 在帕尼时的吸血鬼的话 之前也是展现出了 如果你让他前中期发育 中后系的团战 他是能打出 相当出色的发挥的 老冠天在打野位置上 要先抢 为什么猛吧 我就会拿人马 瑞兹妈要自己抢吗 他搬这个就要么就是自己拿 要么就是选一个对线了 富龙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克制瑞兹的 他这个被动也好 还是个盾也好 瑞兹是比较头疼 富龙先抢下来 瑞兹妈打到一个下路 老冠天这番的阵容选得不错 妞币的话 可能要锁下路了 打对方这样一个组合 感觉进也比较缓 这番确实妞币在 ATC位置上比较难选 你拿进的话 富龙是比较坑的进的 但是拿什么ATC都不舒服 Z的话也被办了 看妞币这边怎么抉择了 因为如果你拿什么艾西 也是被轮发坑的 对 感觉都不舒服 好难拿 我觉得 好难拿 我觉得 因为现在卢先拿不 不好用 这卢先这个英雄现在 EZ也被罢了 怎么开发一些新的AD 过来过去都这几个 这个版本的AD 其实相较教育以前 算是还可以了 就有一些像金恩爱惜 这种英雄上上 之前感觉他就是 伦子妈卢先 现在我发现 就这种没有位移的ADC是主流 虽说是功能性的AD多吧 但是其实现在选的功能性AD 更会天上于下落打 因为以前那些英雄都是没有什么配合能力的 现在都是主动节奏发起者 进加男枪 感觉就被一个阵容输出能力已经很强了 现在是缺手控 老格杰现在是缺一个上野 人马我觉得可以拿 人马加伦子妈是一个很不错的组合 老格杰现在这个阵容拿得太发育了 要补一点前期 稍微强势一点的东西 拿堂堂的话我觉得真的不是很推荐 因为拿堂堂的话就感觉太脱了 而且队友手上的这种控制也蛮少的 虽然说伤害还是蛮高 有可能能给他形成收割的机会 但对面阵容拿的也蛮刚的 有像路瑞兹之类的东西 确定了 利桑竹 堂狼加利桑竹 咱老爷这手很飘啊 前面插控嘛 然后堂王又需要这种东西 最后两手也是 选了一些之前欠缺的 比如说输出 然后选了一些控 他可能觉得拿人马的话 可能面对男枪这个入侵有点难受 那拿堂狼的话到六级对男枪来说还是挺有威胁的 而且堂狼跟一种配合战友老爷 那个阵容还是挺 就其实算是有收割 对 收割潜力的 因为轮子妈跟西月鬼可以打第一轮的爆发嘛 那堂狼进场也会比较舒服 是 但是这一切也是建立在前中西他们这两个人能把节奏稳住 对 让西月鬼和轮子妈有足够的发育 这个阵容我觉得 这前线非常的关键啊 诶 这边是做了一个广子 你觉得我去 现在指责方是有可能牛逼这样做的 这样的话拿到一个大树 大树也是提供一下牛逼现在比较欠缺的一个前排或者控制的能力 对 诶 这我还是换了 其实依然是一个控制型的英雄 现在牛逼的阵容确定完毕 做的感觉好像牛逼里面的阵容 倒得好一点吧 老师这阵容好像比较依赖前妻马瑞的这样一个发育 他们可能开始牛逼觉得说一个巨魔 这边不管是西月鬼还是冰女都是AP型都不太好打 所以有可能考虑到放到辅助上去 但是放到辅助上可能又觉得巨魔的线上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 我牛逼应该会换线我觉得 他们赵汤姆上一盘那种打法 或者说他们整个队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还会换线 两边阵容确定完毕 感觉老汪天这一盘怎么说呢 就是阵容上都是比较偏 比较吃装备吃等级的 说白了 就螳螂 鸡月鬼 轮子妈 都是比较吃装备的 那马瑞这个点又很关键了 如果说老汪天能对上线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说换线的话 那马瑞的等级没起来 前期的节奏是很难带出来了 如果说ub要换线的话 其实对面也是有一些发育点存在的 大家都拼着我去团战 对 好了 我马上进入到两边第二场的比赛 好 这一场发育点 哎这个开局 还蛮奇特的 啊 图盘好像有点没声了啊 这里看一下老和爹的一个 哎 老和爹这个一集团确实挺有想法的 直接是把巨魔的闪现给逼得出来 这肯定是设计过的了 他们这双路一开始就直接往上走 就明显是要打一个一拳的入侵了 第一波逼掉了巨魔的闪现 我觉得这很致命啊 老和爹现在要抓对线啊 一定要抓 把自己对线的优势打出来 其实本身这个阵容选出来的话 感觉就是跟冰女对线的内路会比较难受 因为他手上捏着空 配合螳螂的爆发来说 这一路可能是比较难受的 这一盘老和爹就一个想法 杨玛瑞 肯定就是不断地去帮冰女 牛逼 看一下这里的选择 我觉得很聪明啊 这里看看能不能引到人 但是 顺便是上班去开了 啊 眼尾应该看到了 看到的话 现在看到双人路了 皮眼里面看一下 看皮眼里摊不摊 不摊的话就没事 摊的话就出事 还行 那这样的话换一下红 六星下你的红 这样的话 你最后头可能是一个三Buff开局 这波的牛逼的反应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我是没有办法去换线了 但是我可以帮打野先拿一个红Buff 螳螂这边反应够快的话 可以避免这样一个丢Buff的局面 哎 过去的话应该还可以 这边肯定是反应过来了 刚才也在自己红区发信号了 大概知道了 因为这两个人是从自己扎的野区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知道对方是打自己的红了 那就是交换一下半区 那而且交换完之后 我觉得上路这个V更危险了 对 这个对于V来说 就本来我打完红还在下路 现在这交换完你没闪现 我还在上路 这个就真的很难受 呃 我本来就是一个劣势对线 那我现在又知道你的螳螂在我的野区 哎 先手抓一个中 突破到 手紧地躲掉非常漂亮 4U4的那些血量不是很充足了 哎 那两边就是打野 其实打完之后一波是南枪 其实血量应该更高一点的 来了中路一波之后两个也差不多 上路感觉聚模的线空还不错 所以没什么机会 聚模现在就把线空在卡下就行了 他现在不能轻易地去跟对方打 南枪在前期的血量上肯定是要优于堂囊的 堂囊在前期打野还是蛮伤的 如果刚才不是南枪在中路骚扰一波 我估计唐昂刚才就不太敢再去继续刷了 对 因为他那个水量如果再也去遭遇到是相当危险的 但是南枪已经在中路暴露了嘛 对 他主要也是看到南枪再往下边走了 哎呦 就又刷了一个F4 这也帕斯这个西岳鬼玩算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平常看到西岳鬼在中路跟瑞兹对线的时候 没有那么好处 其实压力蛮大的 但是帕斯跟西岳鬼我觉得对线还处理得比较不错 空了一波和蟹 但上路V这边 应该说是相当难干客的一个上单选手 对 他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 经常面临对方野区的光顾 现在下路的话 应不也是把兵线推得比较厉害 看会不会给斯里夫测一些干什么机会 毕竟拿了一个垂石在 相比刚才说拿一个巨魔辅助的话 垂石可能先手主动权会更高一点 配合打也更好配合 对 这盘的话 牛逼在上下两路都是抗压路 这盘上下两路的对线 就相对少了 那男枪这边的话刷野不仅效率快 而且不怎么损血 对 主要是一个无伤打野 那这男枪也是发现对方第一个野 把你拆掉 其实LPL的螳螂就只有两种 要么就顺风超神 要么就全场酱油 螳螂这个英雄感觉如果拿不到优势的话 中后期相对于男枪是相当难发挥的 对 这一波其实拿的蛮祖博的 我觉得这个选手敢这样拿的话 可能也是对自己这个英雄相当自信 对应该是很擅长螳螂的 因为其实这盘的打野还蛮多的嘛 对吧 还有我记得还有这个人马也没事 对 那他可能考虑到整个的阵容需要 拿到一个螳螂去配合家立桑主 但是这盘立桑主的一个线一直很难去干涵 所以螳螂也是只能刷为主 四级的小螳螂 是 是巨模这边感觉打得相当的谨慎 对 又在三角草做了一个视野 螳螂是绕了一圈 绕地球一周 V这里的血量倒是非常的危险 V这里没有倒六之前 这绕过来的话要被看到了 差一点点 差一点差一点 闪现大 到六级的这一波 这波漂亮 这波就是在等兵女倒六 对 马人里面的选择也很漂亮 他这些闪现大招 这样的话自己的QWE全可以打出伤害 不用浪费任何的技能 闪现大招 配合螳螂一波闪现跳 这样的话V很伤 他这波是交往传送的 这样的话损失两波兵线 这波V应该是完全没想到 觉得这个线我空了 已经几乎没有干个空间了 但首先他这个眼是被对方绕开了 再这样对面又是卡了一个倒六的时间 有点没注意 确实老关家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因为他们这一盘节奏的核心全在马瑞这里 所以蚕螂必须会帮上路 就只有这一路好干客 其他路都没法配合 所以V已经打得相当谨慎了 但这边老关家处理的确实也是满气质 这个确实倒六的这一波闪现 而V即便是再谨慎 我觉得也很难跑 这波只能说老关家抓机会抓得好 那这C夫特也是环境颜色 在螳螂去上路的时候把你的红钱打掉 我也没关系 螳螂这边也有红可以收 中路的话两边打了个55开 方式这边是一个抗压树桩 大地占不到太大的便宜 我这边还要去再来一波吗 就还是刚才说那个问题吧 这路比较好配合 再加上对面南枪其实在自己野区 自己野区其实都被刷差不多了 那我也只能尽量刷你这半区的也 不过这一波的话 螳螂应该没什么机会吧 因为V这里是有大招的 而马人一边的大招还没好 这一波再来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选择回家 这样的话还行 C夫特是反正对方一个红 而且可以保住 这个没回家看到红刷了 但南枪跟这边要遇到了 我觉得要出事啊 这一波可能要出事 六级的南枪 这边的桃还没闪现 红骂过 就打出来烟雾弹 减速减速 螳螂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没相信已经走掉了 直接不用打招了 直接A死 哇这波瘫了 这波就是这个 他本来已经回了 就看到这个红刷 舍不得 这真的是 太贪心了 太贪心了 因为本身就是 互相交换野区的一个时间嘛 但是差不多 你首先效率就慢 对面一点 而且你上路还蹲了一波 浪费了点时间 损失真的好大 你看这里C夫特也是 赶紧把你的两个 两组野怪刷了 是 这个没办法 这个 毕竟打不过南枪 南枪是有大招的 好 冰女大招也好了 但是因为打野不在嘛 对 还是难打 因为他一套技能 是带不动南枪的 是的 南枪在那边一直A 很难受 这样的话南枪 反了一组三郎 然后弄了一个狼魂出来 一个红buff引起了血案 而且 据诺言这种老藤浪说 这个英雄就是一次都不能死 对 但现在藤浪的话 已经开局不顺 为了一个红buff 死了一次了 C的这盘很顺 三人多刀 然后马上到七级 他这个时候 趴在这边中尾 是被大帝撸了一套 这里有点痛 因为他就觉得 你这明显打野 已经被杀了一次 你不可能过来抓我吧 你们这两个人也配合不了 瑞兹打得很凶 好 这个真也是看到了 蝗狼 那大帝又是打一套 但是这男枪是在的 哎 这一波的话 判斥是有点危险啊 这里烟雾弹分下走位 判斥是没求你的加强 吸回来 判斥是有大招 不是很慌 还行 判斥是招了一个极好 加一个w 打招 跑了 跑了把这个蓝打下来 这样的话 自己的蓝看看能不能守住 这个蓝的话应该守不住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蓝没到瑞兹手当吗 对 而且这边下路打完的话 其实也给对方的双人路一些危机感 哎 卡了个家子 就干个劲就是有这点挺烦的 这盘的话 下路虽然说看到加一这边一直被压 但是他的补刀是一点都没有落后 他这个其实可能在被推陷吧 嗯 一直在补塔下刀 就是要的稳 他被推陷就有个问题 就是可能龙不好控 哎 那斯瑞兹自己的发育倒是相当不错 相当好 这一盘斯瑞兹自己的发育也是很重要的 他在野区强势的话 这个螳螂也不太敢跟他打 那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狼虹 也知道他们是在上班区了 再继续控一下和蟹 这一波感觉有想法对于上路 这一波如果能把马瑞杀一次的话 对狼虹的节奏会影响很大 这点看到没有这个这个这个冰线这个冰线 是有点 哎你用了 太高了被卡没卡住了 交闪现 哦还好交闪现交的及时 如果第一波被大地闪现捆到的话 马瑞兹是死了 他因为闪现到塔下了 这波大地肯定是不打算杀他了 因为这边还有大 哇 这波马瑞的节奏很好 这波马瑞的节奏非常的好 看下牛逼能不能反应过来 他们是误以为马瑞是回家的 踩了个夹子 被定了一下 能不能来得及 又一勾打到那下马瑞 锯魔传送下来 大地双传送 先查天赖末日 这边锯魔 再来一个柱子力的还可以 看下大招能不能带到马瑞 差一点 被腿在前面 还最后一下 挡住一下 没杀掉 但是被锯魔一个大招给吸死了 大地过来 电力的盾牌挡住一下 对方的大路的控制 现在先打前排 电力差一下 南枪过来 南枪要不要直接闪大招 闪现大招 现在我们对方的布隆 胖里边还在前排支持 一个Q硬的大招 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杀掉大地 但是自己是肯定死 哎 没死 大地这边是回起来血了 这波好亏啊 这波好亏 这波是死了好多人 一波应该是一换三吧 好像只死了天赖末日一个 换了对方三个人 因为他们中路的话 吸鬼是没有传送的 对面已经是先看到 你想打杀戮的情况下 有一个支援的时间 而且先手冰女进场之后 被垂直勾到了 把自己 就他本来的集火目标 也许是如果有机会打AD 可能先把AD杀了 对 因为你看到这个 这盘 这个 二只加一一直在后面放技能 他都W技能跟R技能 都中了很多发 如果能把 加一这个点处理掉的话 这波老刚才是可以赢的 对 但是因为 他已经先被打残了 而且近距的位置 只有一个垂直 对 那不把这个人杀掉 看到对方的支援过来 也许你一个都杀不掉 那只是骄傲 这波团团虽然垂直死得早 但是他的价值 完全打出来了 相当于把冰女的大招 用在自己身上了吗 AD的输出是保障的 这波马刃的想法还挺好的 这波马刃的想法还挺好的 黑锅其实 感觉是可以偷神功的 但是牛逼的反应也很快 特别是天南木的这个锤石 及时地打断了马刃的先手 这样的话 让老关键付出了三个人死亡的代价 进的话又是混到两个人头 这盘进的话慢慢也是起来了 还付出了第一条水龙的代价 这个水龙也很关键啊 就水龙的刷第一条是最有性价比的 对 而且越倒拿越舒服 看这边又是跟大地站罗 大地这边一点都不虚 开大招 打就又好了 再打一套 好 因为我毕竟大招刷的快嘛 那边大招的话还没好 硬姆这边虽然有补刀的优势 但是第一波团战的话是打输了 现在的话也不能把自己的优势滚大 而且伦子妈也不是一个在前中期 能够把自己优势扩大的英雄 我感觉老 这一波团战 对 老人家这三条线的对线能力确实很强 他们三条线对线全部是领先 而且领先的都是十刀二十刀以上 所以现在虽然第一波团打输了 老人家的经济并没有落后 线上能力还是很出重 他们的想法是再来一次 我比你再场 不管就来一下 我们一个东西 他们就走 闪现过来 比这次是大招了 AD了 有机会双杀 这一波应该有机会双杀了 漂亮 对 天大门这边跑不掉了 这个就是没办法了 就即使你是一个锤石 而且交了闪现过去 想把AD救走 主要还是有一个轮子妈的加速 你跑不过对面 是 这样的话 牛币是在野区是拿到了峡谷先锋 而且在火中后抓一下大地 大地边有大招的一个加速 看一下能不能跑得及 很快 对面追不上了 相当于双人路加一个塔 这边反手的话 只拿了一个峡谷先锋 这场两个上单的属性就完全不一样了 巨魔这边拿到了 峡谷先锋 肯定是能够一直去代线 牵制的 那冰率是要一直打团的 这一盘其实马瑞是老跟家的一个节奏点 而这一盘马瑞的节奏确实也带的很出色 一直在疯狂的去针对对方的下路 作为近仗一个没有位移的AD 确实即便有灯落也很难跑 有的时候 主要是他们双人路需要 这里被眼看到了 有机会吗 等要死了 哎反应很慢 这应该在风物了 对这个反应太慢了 这样的话 螳螂就是拿到一个单杀 很爽 一开始相当不顺的螳螂 现在 两步下来 现在已经三个人头在手了 十几三个头 而且我觉得对于老跟家的最开心的 就是他们双人路 希望尽快的进入团战期嘛 那波打完是把下路塔推了 去上路推塔了 已经完全进入了自己一个 上路打起来 一模能不能够秒 被A死了 追逻的发运还是很好的 老跟家这两个人打不过可能 和马子再黏一下 铁铃能不能跑 还要追吗 优地这里 传送过来 虚伟在往后绕 但这方人更多 两元大将 老跟家这两个人 冰女手上有大的 巨鬼也在赶过来 要先杀冰女 冰女是大的 先杀大头 那边辅助的话 先不管 大招拖延时间 巨鬼的进场 是为了要先收了 这里虽然是个辅助 但幸运给支援过来 反而是换到那边的南枪 南枪是两个人头被终结掉 这一波为了杀马瑞 也是让SafeZ 遭遇到了对方的毒手 减速减速 看那边能不能减速到 减速到了 趴下去 趴下去 招了一个闪现 这样的话 这一波老人其实还可以接受 活下来一个辅助 而且把对方的一个打也给换了 OK 毕竟对面交了传送过去 抓掉的人不是特别多 这个代价还可以接受 反正上塔是已经打完了 只是可能走的时候 有点太犹豫 或者想再推一波 被对面杠克的人赶到了 这一波的话 Globe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舒服 本来以为是两个人必杀的 但是SafeZ的一波支援 是让牛逼的变望给破灭了 这个时候V要疯狂的去代线 现在正面团战的话 老公那些打的还是比较主动的 但对于他代线不太舒服的 就是对面的1塔都还在 对 这班牛逼确实退打退的太少了 现在落后3000左右吧 两个塔的钱 虽然有一条水龙 但是牛逼现在急需要去 带到对方的一些防御塔 要发点工资 轮子妈继续在上路收线 现在老公那把线站得很稳 老公那也不着急 反正我这边螳螂跟吸月鬼 轮子妈马上进入强势期了 哇这边轮子妈的补发育能力 在中期应该要拉开进这边不少了 对 进的发育很一般 虽然有两个头 但是不到太少了 因为他有些线是不太敢去吃了 对面把自己的外套都拔了 你又不能一直把线空到2塔底下 那你也去自圆拳让 在轮子妈这边收线就收得很轻松 哇 马瑞这边第一件有直接做了个中央 他这个出装就是 完全是为了先手考虑的 对 他们这边没有其他的先手 对 你感觉老公那现在的这种节奏啊 真的很依赖马瑞 看到最近老公那能打赢的比赛 基本上就是先把马瑞这个点保起来 然后让马瑞去反保团队 把队友的节奏带起来 这现在好像是老公那一个取胜的 一个策略 这边想赢人 看谁是的勾了 这一波就决定到这条团战了 哎 抽到了 冰简林 能够保下来 对方输入很高 冰简林虽然有盾 但是还是被威着的吸死了 那的话这条龙怎么办 看一下传动过来 硬不这边直接看到的反打 大地这边看到一不这么凶 有点怂 往后退一下 马瑞也是交传动过来 那这边虽然杀了一个 但是也只杀了一个辅助 你也不好说 这波团你就一定 这个龙反正牛逼还是想打 因为毕竟对方是没有一个 也是有减员的 是吗 我这边没有必要 是条火龙 那我觉得对面 还是想过来骚扰一下的 这一波看马瑞的进场吧 马瑞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进场不是那么有威胁 看只有给达到三个 确实 场上过来 牛逼的阻型很差 牛逼的阻型非常的差 硬不是离啊 出现这些血量 被二段的Q弹了一下 他就背过来 卡了捆盗 完了 但是今天直接被秒 他那是一个加强的Q 是带走了大地 但是在正面战场 我们看到牛逼已经死亡两个 这样的话 这老人家打了一波一换二 这波帕尼这个吸血鬼 打得太漂亮了 他一个人是阻止了 对方三个人 而且把对方阵型给打散了 这主要是不让你 那么轻松拿掉跳楼 这牛逼还敢打吗 这三个人再打的话 我感觉牛逼打了 兵女要进场了 哇 这波牛逼得撤了 我觉得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对方就四个人 而且兵女是有大招的 就主要前面是 掉了一个辅助嘛 但是如果是条风龙 可能对面也就不争了 就让你拿了 是条火轮的话 对面肯定是要过来骚扰的 这波牛逼并没有赚到 你想要的这条龙啊 他们的阵型太差了 别被吸血鬼 大到三个之后 阵型有点分散了 吸血鬼这波太 吸收了太多的伤害 然后又打出了很多的输出 就血鬼跟瑞兹 都是发育到后面很强嘛 但是比较区别的一点 就是血鬼叫瑞兹更难抓 续航能力强 他这个大招续航能力太强了 他大到三个以后 可以先慢一波曲 然后起来以后 大招又 哦 偏离这一个 主要很长士气 然后又让瑞兹 又没有拿到篮 这样的话 老完全可以顺势 把这个火龙拿下来吧 这场大地好气啊 但这边牛逼好像也不想放吗 要来了 要来了 这个血量好像被打掉了 地步这个位置 啊 你老在这边全可以过墙 可以全跑了 这 这要上的时间也太晚了 就觉得 对 就这个龙背已经快被打掉了 你再传过来的话 这几乎就是传送有点浪费啊 这两波下来牛逼好气啊 呃 人死了 然后龙还没拿下来 而且周路瑞斯一个篮都没拿过 前面那个是互换了嘛 对面对被南昌拿了 现在局面对老人来说比较有利 现在对于牛逼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是推两个塔 一路塔都没推掉了 这边还要杀还要杀 马瑞减速到 大地这边W技能 很急性的一个位置 还是错到了 错时间了 马瑞好像没什么篮 感觉有篮 第二的W 差一下A出来就行 漂亮 一下普攻大地是带走了马瑞 这一波大地抓了一波非常好的节奏 Happy Web 交一个闪现走到平衍林的一个减速 看一下 想抢马这个中卡拔掉了 但是这个血量有一点危险 哎 南昌这里要注意一下 老人家想推这个中路 但是现在少一个马瑞啊 对 有点危险了 因为对面剧魔的话 现在也是消失了 开始往中走 净在塔下的这种开战能力还不错了 好了 那反正肥起来了 肥腾腾 12级 他主要等级太高了 腾腾这个英雄等级高的话就 就比较好打了 他确实非常依赖等级的一个打野 所以说这边的发育也很好 这边两边的打野发育都非常的好 而且两边的打野都属于那种中后级 carry能力很强的打野 嗯 像赛田说的 他只要拖到自己的双C位 其实都有足够的装备了 他这边进场就更容易一些 感觉打到中后期还真不好说啊 我觉得两边中后期能力都很强 是 对吧 这边一边是有西约鬼家轮子妈 这样一个组合啊 另外一边的话是有南乡家瑞兹 感觉中后期能力都挺强的 这一般的话还是要比一下 中后期的一个指挥角色力 瑞兹现在带线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马瑞打不过他 他现在就是我觉得牛逼最尴尬的就是 嗯 自己一个有巨魔的阵容 但是一直是没能找到一个机会推掉塔 对一定要把塔推了 哎 上路这个塔好像能推吧 没机理 这次是个满水的塔 看有人去守就是了 才达不推 才达不推的还是比较快的 都在中路 那这个塔应该能拿掉 应该能拿下来 现在牛逼就急需这种塔 那塔虽然是小钱 但是机少神多啊 平眼灵 被勾到了 达不定道 这边还好比较热 反而把现在梅里边的闪现 也被逼了出来 所以现在梅里交出一个大招 跟闪现保护 冰女是常过来进场 就是想追 冰女 冰女进 进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要注意下走位 进 有登录 点过来 他没死 这边躺在这场 别把进秒了 所以在这边魅力也很尴尬 一把暴击打出来 再跳要抓南枪 螳狼这里可能要收掉南枪了 完了 这波是一波零换三 这里冰女的进场 配合螳狼 打了牛逼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老天这波 极有可能把大龙拿下来 这波非常的关键 可能是决定胜负的一波 这一盘马瑞跟那个螳狼的节奏 带的是真的非常的好 那就看着冲进来了 两个人 打扰效果怎么样了 好大地跟这个巨魔 能够力挽淘 这边要先杀大地 大地是关键 龙已经没了 大地被打出不容的被动 大地也被秒 好巨魔是一个人跑掉 哇 这波老天太转了 一换四拿掉大龙 应该说现在已经确立了优势 卓冰哥进场直接瞄准了对方的AD 虽然被曾孟救了 但螳狼的进场 伤害太爆炸了 对 而且虽然被这个走位也是比较的尴尬 让螳狼是有一个被动的效果 打出了非常高的伤害 他那波就是不想也是被轮子妈正面A死 对 反正闪不闪都得死 因为螳狼确实在这种阵型 地形里面太猛了 就你ADC已经被先手秒了 你剩下的就只有跑的份了 这一钢应该是大龙团的那一波输出 俊博跟瑞兹想掳对方5个 但是打不过 这样的话 牛逼这盘已经很难打了 这一盘的话 就是螳狼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我保马瑞 马上带节奏 然后我跟马瑞一个双飞 这一盘一出的这个螳狼发挥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那牛逼突然被对方拿到了一个大龙的话 这本身塔推的就比较少兵线难以守 现在面临这种被推了 被拿了大龙的情况都没有轮子妈 这防守塔的时候感觉是相当吃力 相当难 牛逼上一盘虽然说是有一个落后7000的一个翻盘 但是跟上盘不一样的是 老汪天这盘的阵容在中后期能力要 比上盘的阵容要强太多了 这场可是还有吸血鬼在 对 吸血鬼的轮子妈坐镇后期 怎么打都不会差的 老汪天现在有一个 优势看能不能再继续扩大一下自己的经济领先 W定一下 现在好像没人敢上啊 那是不是布隆盾用过了 所以好像不太敢上去强推 等一下下波冰线吧 嗯 看牛逼能不能守住 这个二塔的话 该让的时候还是可以让我觉得 现在确实守塔不是那么好守 哦布隆盾有盾了 那这个时候墙上 冰女又从退役过来要杀飞 飞机里很脆 谁被冰女大到原地秒掉 大直面还好没有被减速到 老汪天势竹破竹的一波上高地 皮眼灵要注意一下 展现躲掉对方的一个控制 因为冰女再次进场 我没有觉得进场 这个塔已经掉了 大招能打出多少的伤害 好像效果一般 老汪天依然是要拿你的水晶 这样的话老汪天利用这个大龙霸虎 已经是连推到对方的两个塔 加一路高地 诶 差一下 比你最后一下 南枪打了一个AOE伤害 这个大地闪用过来 扩住这场的马瑞 马瑞是被秒 南枪在侧翼能不能骚扰一下 硬姆是一个死血状况 老汪天这一波 啊 这里近的打住去看一下 对方的草丛有没有回神 老汪天这一波能不能前跑 诶 这里螳螂 心机一下 诶 她把草丛有想法 闪电过来 诶 这里人的伤害 然后接把40度秒下 40度可思妞的一个爆发点啊 桃神有点像雪石跑 这一波老汪天还是保留了一个生机 这到底谁才是羊哦 这里桃狼太小洋 微这里减速一下 但是自己的血量也很低了 大招欺以口 耳丽被杀 他轮丽妈还敢到低低场啊 桃神射完了被控死了 这样的话妞碑也是收到第一想要的结果 轮子妈 轮子妈 轮子妈这边疯狂的输出 打了聚魔身上 这边牛逼要全面撤退了 大陆定下没有定到 一波直播是满血复活 还有上线没有决心要换 一波这边好猛啊 换下对方的苦衷 但是自己也被杀 牛逼这里能跑几个 又是传统过来 这一波团队两边打了三分钟 你看下路有多少眼 反正又来了 就打了两边都复活了 哇 这一波团队两边真的打了三分钟 我觉得刚才最搞笑的是 那个男枪其实知道那个团队没地方跑过去 会跳过来了 看人家在这吞这个团队 这团队上来太高张 这团队上来真的太恐怖了 就团队上去突然看到一个人 对 所以他这盘选到一个团队 就是为了打一个落单的男枪 落单男枪真的打不过这个团队 发育吗 大家差不多 可能团队那边还更好一点 爆发能力上来讲的话 这个团队是一点都不逊色 直接把一个将近大半血的吧 将近满血的一个C路特 对 那个草丛还是有UB的针眼 啊 直接给秒 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这一波老冬队总体来说还是肯定是赚的 拿着大龙然后连破对方的下路高地 虽然说是死了几个人 但是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赚的 又是happy one happy one 完了 闪现过来点不到啊 这一排S加1的G遭遇到了马运的强烈针对 那我把你的EG给扳了 你已经少了一个位移的英雄 这场阵容也许是老冬队赛前有预料好的 对 这把老冬队想的就是针对你的下路 因为现在AD大部分都是没位移的嘛 你如果有个轮子妈可能兵女不太好大你 但是你选其他的英雄我都差不多 现在老冬队也不打算上了啊 因为现在没有大龙buff了 再等一下 反正下一波大龙好了 我还是有优势的 这一排牛逼好像挺难打的 我觉得进行到现在来讲 现在的话 这一排老冬队该有的装备这边都有了 伦多妈这边第三线直接出了一个破甲装 而且他们现在辅助点太多了 我感觉这难限制 对 真的不好针对 四个输出点啊 你可能会把我一个人打死或者打残 但是我其他人能站得出来 而且这螳螂几乎现在就等于1.5个输出点了 对 你把我的c位秒掉 螳螂又可以收割对吧 所以现在对于牛逼来说 翻盘的点 翻盘的希望是比较的秒吗 螳螂这个点太恶心了 螳螂这个点你不把它搞死的话 这个跳来跳去的 真的让进这种没有位移的AD 包括像瑞兹啊 下路收线的瑞兹这个位置 诶 这里瑞兹是有传送的 直接叫传送 传回去 意识还蛮好的 这一波不叫传送的话真的死了 现在老公爹 这个野辅双人不停的游荡 而且这种烈士局的剧魔 你拿了一个霞兹的buff 完全没有体现的空间啊 对 这盘剧魔说实话 带线也没有打出来吧 因为确实 一直没拆掉塔 这很尴尬 好不容易拆掉塔 那一波的话 基本上又是被对方 就是拿到大游神 有有有有 我就说吧 怎么 等下听到声音了 但是人没过去 这盘感觉剧魔的推塔 确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 牛逼这盘其实输就输在这个推塔了 现在造成经济 包括整个节奏的落后的原因 就是推塔推太少 其他他们推塔推少 也是因为老人家这边 针对下路针对的 确实蛮果断的 这盘下路算是被对方针对了 他们如果不把下路那波 两次跃塔跃死 他们也没有机会拿那个下塔 然后也没有机会 把双人路晃到上去 把那个上塔给推掉 哎 轮子妈确实推塔比近快 对 近推塔实在是太慢了 这个英雄推塔太默契 这个龙 这个龙老刚才打的是很快的 反而这个英雄控龙是很厉害的 这个也没反到 这自己家里的话也面临 比较尴尬的这种兵线 老刚才先听一下大龙的视野 我打不打听说 我先把视野先做好 牛逼这里这个大龙 如果再让的话 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了 而且兵女现在又是全技能 随时要小心他的进场 对 打得好快啊 可能这边这些开游梦打 太快了 太快了 来不及了 运尼在往里堵着其他人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暴龙大拗 南枪要抢了 闪现后来 所有的杰被秒了 这样的话看一下 齐血鬼的大拗大拗也不错 背这里能不能扣一下 两个人跑 闪现后来要杀嘉宜 嘉宜这边跑不掉 对方是有兵杖的 大家就定一下 但是齐血鬼不一不饶 还是把詐欺带走 这样的话一波零化二 可能能配合这个大龙 直接结束掉妞币的基地了 这一波妞币想抢龙 但是老跟人打得太快了 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一波了 如果这条龙抢下来 就能走多久 能走多少走多少 然后把这个大龙 骂的时间再拖一会儿 这波要一波 现在末日也被捆住 看来这边大地大地 有机会山河藏他骂 叫闪现走 又是被打成布隆的一个被动 这边马上是传送过来 保持冰的血量 这样的话感觉很难守了 大地这边又是过来 打不过打不过 飞这里还在坚持 但是没有办法 让狗羲狼街搬回一城